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呢,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唯分这个章节中的 极限跟连续的观念 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要 首先介绍的是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中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建立 极限跟连续的观念 因为这个观念是唯分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技能的方面,我们能够灵活的运用 学习的各种技巧 利用各种的计算各种类型的极限问题 还有连续性的一个判断 在态度上,唯分的这部分 就一定要彻底的了解 不能够一知半解 要抱持着求知的态度来学习 这样子才能够学得好 那么这个章节来说 我们的教学大纲 有谈到的是极限的定义跟求法 还有极限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做夹挤原理 那么极限存在的条件的部分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单边极限 因为单边极限跟极限存在的条件 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在最后我们要用极限的观念去了解 函数是怎么样叫做连续 还有函数连续的相关的定理 现在我们来谈到极限 极限的话呢 在这个极值的部分 我们要必须要知道的话的极限的观念 因为没有极限的观念 我们的维基分就不存在 所以极限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建立一个数列的极限的观念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黑板上面所说的这个 用大瓜糊来表达的 一个大瓜糊AN 然后右边是N等于1到无限大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数列 何谓数列 就是一堆数排成一列 叫做数列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定义的 A1第一个是二分之一 第二个数字是四分之一 第三个数字八分之一 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那么我们来这么说了 我们能不能够找得到它的规则呢 AN就是二的N次方分之一 DN项就是二的N次方分之一 这个让我们想到一个 以前的一个古老的一个故事 是这样子的 有一根竹竿 它的话呢长度是一 我们一天砍掉一半 每天砍掉一半 每天砍掉一半 请问我们那根竹竿会不会不见 有一天的话呢会变成没有了呢 应该不会 它永远永远都会有前一天的一半 那么我们这么说了 虽然它会永远的一直都存在 不过它会一直会往哪里靠近呢 它会无限的往零靠近 于是我们的话就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记下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叫做LIM LIM 我们的话呢后面的话呢 我们是全名是LIMIT LIMIT的话呢这个符号的话呢 下面的话呢是告诉我们说 谁往无限大走呢 当N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数列AN会往哪里靠近呢 会无限的往零靠近 这就是我们的极限的符号与基本的观念 那我来介绍一下函数的极限的状况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 下面的图这个图的话呢 代表的是说这是一个函数 那我们的话呢怎么来看呢 我们来看的话呢 当X趋近于零的时候 当X一直往X零靠近 那么Y呢会越来越靠近 谁呢会越来越靠近L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一个式子 叫做LIMIT 当X趋近于X零的时候 它的F of X是趋近于L 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写法 其实它的话呢会有很多很重要的严格的说 那我们的话呢就大概的话呢是 介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观念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步骤 我们来举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比较容易了解函数的极限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它假设定的是这样子定的 当X是3的时候 它就固定就是2 如果它不是3的时候 它是一个这样的等式 因为的话呢 当然X不可以吃3 因为X要是等于3 分母就会变0了 这样子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的题目的话呢 是这样说的 当X是往3靠近的时候 请问F of X极限 它会趋近于多少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3 那这个会往多少靠近呢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实验 往3靠近 我们的话呢可以这么说了 向3来靠近的话呢 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的话呢 是比3大的方向 一个是3以下的方向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的话呢 是这样做的 3.1 3.01 这样是不是越来越靠近3 我们再来看看左边 这边的话呢 假设是2.9 这边是2.99 是不是越来越靠近3 来我们来看看 F的它的值是多少 因为它不是3 我们要带上面那个数字 来看 我们来看看3.1带进去 我们的话呢 计算一下 我们发现是 这边是 6.1 3.01带进去 3.01的平方 减掉9 除以 3.01 减掉3 我们可以拿计算机按一下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呢 6.01 再来看左边 2.9带进去 两边的话呢 都带进去 是多少呢 2.9带进去是 5.9 这边的话呢 是 5.99 各位同学猜得出来 这个极限值是多少了吗 从右边靠近 它会一直越来越靠近谁 从左边靠近 它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大家来猜得到了吗 这一答案是6 简单的说 这个的极限值是多少呢 是6 也就是说 我来写一个算式 当x limit x 趋近于 3的时候 f of x 是多少呢 这题答案是几 这题答案是 6 函数的极限观念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来谈到的是 有些极限的部分 我们要在做极限的问题的时候 有些定理 我们必须要熟悉 假设有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叫做f 一个函数叫做g 假设它都是在 x等于a的这个地方 极限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做的是 如果说这个极限 当x趋近a的时候 这是一个常数 常数是不为所动的 再过来 如果说x趋近a的话呢 这边是x 当x趋近a的时候 它就是a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了解这个步骤 当然这个步骤是可以证明的 但是我们要能够熟练 这样的做法 我们在做练习题的时候 才会比较快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的话呢 是一个常数乘上一个函数 当x趋近于a的时候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就直接带进去 没有关系 这个k 不论是多少都没关系 再过来 第四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是 两个函数的相加 它取极限 因为它极限都存在 所以 它可以拆开来 再过来 两个函数 相乘 我们也可以拆开来 如果极限都存在的话 再过来是 第六个 相除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分母不能为0 那么我们都可以 各自带进去 各自的计算 极限的求法 目前的话呢 我来介绍的是 所有极限里面的话呢 最入门的一个题型 这个题型叫做 直接带入法 当然了 每一题都可以证明 但是的话呢 我们要直接把它 写出答案来的话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请看看第一个题目 当x趋近于2的时候 x加3会趋近多少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 把这个题目 就直接带2进去 就可以了 2加3是多少呢 是5 来 第二题 各位同学 你们看了看 这个题目会不会呢 把1带进去 直接答案多少 3减2是1 再来看这个题目 x往5靠近 请问 x减2会靠近多少呢 当然 同学都知道了 这种题目的话呢 如果的话呢 出出来 当然就是直接 带答案 就可以取得分数了 那下一步 我们要介绍的 一个稍微进阶的题型 这个题型叫做 对销的题型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的话呢 根据我们前面所教的 x是靠近3 假设我们带3进去 同学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分母会变0 分子也会变0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公式 要记得 什么公式呢 a平方 减掉b平方 我们的话呢 必须知道 两个平方相减的话呢 可以把写成 分解音式之后 会变成一个 a减b挖胡 a加b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上面是x平方减9 x平方减9 9就是3的平方 来题目的话呢 我们把它转变成 什么题目呢 limit x趋近于3 然后的话呢 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 a平方减b平方 等于 a减b挖胡 a加b 底下是 x减3 然后这两个的话呢 各位同学要记得了是 你们的话呢 千万不要以为 它分母会变0 它是趋近于3 它并不是真的3 它是往3靠近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但是不要紧 因为上下都 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数字 可以对销 于是 各位同学的话呢 采用的是 代入法 直接代入 3去代进去 是多少呢 这个题目答案是6 那么我们解决了这一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下一题的话呢 我们检视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发现 x趋近于2的时候 有没有上下都会等于0啊 没有 没有 它其实的话呢 它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题型 来 我们就直接代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来把它2代进去 看看会不会是0分之0呢 不会 上面2代进去是负2 2减4是负2 这个的话 2代进去 4减2是2 直接写答案 答案是负1 千万不要看到这个题型的 类型的题目 就直接要对销 其实的话呢 要仔细看题目 它是不是可以对销的 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有开根号 看起来很难 那么我们把9代进去看看 上面是9减9是0 下面的话呢 是根号9减3 它也是0 于是它就是一个对销的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也是采用的是 a平方减b平方 等于a减b a加b 只是说我们硬要把x减9 要把它压榨成 来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趋近于9 下面的话呢 还是一样 我们照写 是根号x减3 上面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的x 相当于是根号x的二次方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硬把它挤出来 变成根号x减3 根号x 加3 这样的结果的话呢 各位同学请看 a减b a加b 等于a平方 减b平方 确实是没有错 于是的话呢 我们看看上下 这里是不是可以对销了 没错 于是我们就写答案 根号9是多少呢 是3 3加3 答案也是6 于是对销的情况 我们就大概上了这边 我们现在来介绍 极限的求法的这个题型 这个题型可以这么说 是最简单的题型 而且看起来最难 做起来最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话呢 往无限大走 只要是题目是有 分子分母的 分子分母的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来可以做一个比较 分子分母的话呢 他的话呢 要看看他的等级 谁比较高 如果说分子比较 上面的比较强 答案就会变无限大 或负无限大 如果说是底下的比较强 答案就会变成0 如果说是一样强 我们就要比他的带头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请看 上面是一个多项式 下面也是一个多项式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的话呢 是约略是同等级的 再来看 二二 这两个是二四方 底下也是二四方 完全同等级 那么我们答案怎么写呢 我们答案的话呢 就知道 我们后面的部分 是直接的话呢 不要去理会 我们只比带头的 所以这题答案是多少呢 这题答案的话呢 直接写他带头的数字 答案是三分之四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题 两个是同等级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写的 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呢 看起来是一样 不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底下的带头的是几次呢 它是五次 上面的是三次 不论这个系数有多少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X往无限大靠近的时候 底下会比上面 快速非常多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说分母会非常大 非常大 那么答案会变多少呢 我们就直接写零 零就可以了 再来看第三个题型 第三个题型是 上面带头的是四四方 底下是二次方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上面跑的会比底下的要来的快很多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猜猜看答案会往哪里走呢 它会往infinity走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不一定能够 不一定分子分母 它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多项式 像有一些情况的话呢 比较特殊的 像有上面的这种情况的话呢 有的时候很难处理 那么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有适当的方法 但是要学到微分才能做 那么我可以教各位同学一个简单的看法 我们什么看法呢 我们用等级来看 我们最高等级的话呢 是X的X四方增长得最快 那这个呢叫做什么呢 一个惊叹号的 我们称为阶层 这个如果同学没学过也没关系 那就不会碰到 再过来是指数 A的X四方 如果变数是X是在上面 我们称为指数函数 比如说2的X四方啦 3的X四方 再过来 X的N四方这种属于多项式 再过来的话呢 是对数 最弱最弱的是三角函数的sine 来我们来看再说一次 最强的指数 我们常常见到 指数 任何的一个指数 都会比多项式要来得强 然后的话呢 任何一个多项式 又会比对数要来得强 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的话呢 会往哪里走 我们就来看 这个8不重要 基本上来说 一个数字 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个别的一个数字的话呢 都不会影响到它的 这个比率 我们来看看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上面是 X的100四方 这个是多项式 相当的大 可是这里是指数 那各位同学 我告诉你们 X当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上面大还是下面大呢 底下的话呢 是增长的比较快 于是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0 只要分母的话呢 趋近的变大的比率 比较强的话 都会变0 再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底下这个3X减3 各位同学 不要注意到这个减的 减3不重要 因为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减不减3 都不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来看上面是对数 对数是一个增长 非常慢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是X 是多项式 所以的话呢 各位同学来看看 根据上面的情况 我们知道答案是多少呢 底下的话呢 增长的比较快 答案是0 像这样的题型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话 就可以交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来介绍的是极限的求法中间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当X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 前面是无限大 后面也是无限大 无限大 无限大 答案的话呢 是不一定的 答案的话呢 是可能是任何的答案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要怎么样去 让我们的话呢 这个题目 让我们做的比较简单 而且非常的明显的看出答案来呢 我们就要利用到的是 我们的话呢 上下 来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这是原来的题目 它的话呢 是相当于是一当分目 我们上下同成一个加的 为何要如此呢 是因为原来是减的 我们要利用的是 这边有根号 A-B A加B 等于A平方 减B平方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把这个根号的部分 给删掉 那我们继续做下去 A-B A加B 来 我写下去 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看分子 分子的话呢 变成A-B A加B 等于A平方 我们的根号已经不见了 A平方 减掉B平方 那这边就是X的平方 分子的话呢 分母的话部分是照超 这边是X平方 加上2X 然后又再加上X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式的话呢 我们看起来的话呢 就清楚了许多 我们发现的话呢 X的二次方 跟这个X的二次方的话呢 可以做对销 于是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我们写得更加的明确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题目的话呢 就更清楚了 我们的话呢 趋近于无限大 上面的话呢 是干干净净的2X 下面的话呢 是一个根号 X平方加2X 再加上X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的话呢 如果同学的话呢 观念很清楚的话呢 这个题目到这边 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答案是多少呢 这是一次 这个是一次 这也是一次式 你们看这是二次式啊 因为二次式开根号 也是一次式 1加1 上面是2 所以答案是1 那如果各位同学觉得 这个地方直接写1 有困难的话呢 那我们的话呢 给各位同学做一个 简单的解释 来我们来看一下 解释一下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我先把写1啊 来解释一下 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我们要怎么样的话呢 解释它这是1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话呢 是 这边是X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式 我们上下通通除以X 这样子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上下通通除以X 上面就剩下2 下面的话呢 是 好 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看得更明显了 现在的话呢 这个地方看不出来 我们把X的话呢 进入这个根号里面去 我们的话呢 把X进去之后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要知道 进去的话呢 会变成二次方 所以这边是1加上 这边的话呢 X的二次方就会变成了 X分之二再加1 那各位同学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X分之二 这个部分 它会往0靠近 所以分母是1加1是2 分子也是2 所以答案是1 这是我们的话呢 对于这种题型的一个解释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甲挤原理 Squiz Theorem Squeeze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有一个函数 它的话呢 夹在一个G跟H中间 G是比较高的 H是比较低的 那么假设的话呢 我们两边的话 都是取一个极限值的话呢 它是趋近于一个数字 小的那个也趋近于一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 假设一样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夹在中间的数字 当然也会趋近在L 也就是说 它趋近L 小的趋近L 中间的 我们就不得不趋近于L了 好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呢 这个原理 我们常常的话呢 会应用在很多的证明上面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题目的话呢 说我们要找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的话呢 X分支 这个是高斯函数 那么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多少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乍看之下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猜测的出来 这个应该是1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呢 当X很大的时候 如果我们取的是高斯函数 它其实不会删掉很多 它只会删掉它小数点那一部分 那可是如何去证明它是1呢 那么我们来给各位同学的话呢 参考一下 这个叫做甲己原理的做法 我们来看看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高斯函数 它的性质是什么 高斯函数的话呢 它一定会稍微小 或者是等于原来的数字 这个地方是毋庸置疑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这么说了 它的话呢 也不会太小 它的话呢 最多最多 只是删掉了 X的小数点的部分 于是的话呢 我们应该肯定的说 它的话呢 会比X减1要来的大 因为这是减1 它最多最多 也是删掉了 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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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呢 这个东西是夹在这两者 我们肯定后 来我们再看一下 题目是高斯函数除以X 那么我们就一样的 照着它的提议 我们三个一起除上一个X 来我们看看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除以X是1 这里除以一个X是 X分之X减1 好我们来看一看的话呢 如果说我除以一个X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箭头要不变 那么我们必须要要求的是 X是正的 那么确实也是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准备要让X往无限大走 好我们现在来看无限大 好我们现在来看无限大 现在的话呢 这是这个算式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让这三个算式同时趋近无限大 来我们看一下 取limit X趋近于无限大 那么我们的话呢 应该这么说 如果说这是大的 这是中的 这是小的 我们大家都往无限大走 仍然是大的 中的 小的 于是题目的话呢 我们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 最大的这个 这个趋近无限大 很抱歉 没有用 因为它还是1 因为一个数字的话 不管X往哪里靠近 它跟X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仍然压在1以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左边的这个极限 左边这个极限的话呢 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次方是一次方 这也是一次方 所以我们看它的系数 这个的系数的比是1 所以的话呢 我肯定的说 它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趋近于多少 1 夹几原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极限夹在1跟1中间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它就是1 那么我们的话呢 利用了夹几原理 证明出了这个题目 现在要讨论的是 极限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极限存在之前的话呢 我要介绍的是单边极限 何谓单边极限呢 当我们趋近于X0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X0的右边 越来越靠近X0 还有另外一个是从X0的左边 靠近它 于是的话呢 于是的话呢 我这边做了一个图 来给各位同学来看 看看的话呢 右极限跟左极限 它的意义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当X趋近于X0的时候 请问函数 X0正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叫做右极限 从X0的多一点点的地方靠近 各位同学请看 如果说X0的右边 它的函数值的高度是四点多 越靠近X0 它都会越靠近四 所以它的右极限的答案是多少呢 右极限的答案是四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左极限 它的左极限的话呢 当X越来越靠近X0 由左边靠近 我们这边记作X0负 这边的话呢 写一个小小的负 然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函数值的话呢 会越来越靠近谁呢 我们来看 如果在X0的左方 它的话呢 大约是二点多 越靠近X0 它的高度 越来越靠近的是三 我们发现了什么现象呢 右极限跟左极限不一样 于是的话呢 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极限的存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们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极限 若要存在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记下来了 B 唯一 也就是说 如果说的话呢 我们要不唯一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左极限跟右极限 要是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说它极限不存在 我们这里看了一个例题 有一个例题的话呢 它的函数的话呢 是X分之绝对值X 问这个极限的话呢 当X靠近0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常常是在升学的考试之中 有出现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做这个题目的话呢 要从两个方向着手 第一个的话呢 是右极限 一个是左极限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写 极限 趋近于0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由右 一个是由右开始靠近它 如果是X是0正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X是在0的右边 也就是X是正的 如果它是X0是正的 X是正的的话呢 那么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 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是正的 加不加绝对值都一样 所以的话呢 去掉绝对值除以X 这题答案是1 我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左极限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如果说X的话呢 是往0的左边靠近 由左边靠近的话呢 因为0的左边一律都是负的 如果说X是负的 那么绝对值X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我们要把它写成负X 上面就会变成负的X 为什么是负X呢 因为X是小于0 负X才能保证它是正的 于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答案是会是多少呢 是负1 我们来看一下 右极限跟左极限不一样 那么各位同学 这个题目 我们答案的话要怎么写呢 我们不能写1 也不能写负1 我们要写的是三个字 叫做不存在 这个题目就算是完成了 再做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这个F的话呢 它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来定义 它的话呢 小于等于2的那部分 叫做3X加6 大于2的部分叫做KX平方 那么问 如果说极限当X趋近于2的时候 存在的话呢 那K要多少 这个题目是怎么处理呢 这种题型非常的简单 其实我们就要看的是 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来想了 左极限我们要带什么呢 我们要带的是上面这个部分 因为它在2以下 它是属于这个函数 如果是在右极限呢 是在2以上 那我们是下面这个函数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解题而言 我们的话呢 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我上面的那个函数带2 下面那个函数也带2 两边要相等 就可以让这个极限存在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那个题目带2是多少呢 上面把2带进去 3乘2等于6 6加6是12 下面这个带2进去是 K乘上2的平方 就是K乘上4 K乘上4 非常的容易 K就会等于多少呢 K等于3 于是这个题目的话呢 我们轻易地把它解决了 K就是多少呢 是3 来我们来教各位同学 连续函数的判断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呢 假设叫做Y等于F of X 来我们来看 在A这一点 各位同学看一下 它连不连续 我们一看就知道它不连续 因为它是断的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判断 它是连续的呢 那我们的话呢 这样子看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们的左极限 来 单边极限 这是A的话 这个点是要做A S屈近A的左极限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题答案多少吗 左极限的话呢 它越来越靠近A 有左方靠近 那么它的答案应该是3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A的右极限呢 这题A的右极限 当X屈近于A的右极限 它的答案是4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 我们现在的话呢 不能够从图 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要画图的话呢 这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函数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的话呢 每一个图形的话呢 都画得那么明确 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方法来判断 什么方法判断呢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在上 这个在下 表示它没有相接 所以的话呢 左极限以及右极限 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 也就是说所谓的 这个要存在 因为左极限跟右极限的话呢 不能够不一样 不一样代表的是极限不存在 这是最低的条件 那么我们就这么讲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希望的是 它要不断将这个两个条件 要重合 来我们的话呢 往下走 好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 左极限跟右极限就相等了 不过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 现在我们来看 这段连不连续呢 还少了一个点 对不对 这个点 我们要能够补上去 这才要真的连续 所以的话呢 不但要存在 而且的话呢 它的这个极限值 要等于函数值 那么也就是说 不止如此 我们还要这么说了 趋近于A 我们希望它怎么样呢 要等于F 就是它的函数值 来我们把这个点的话呢 来 移下去 好 移下去了以后 你们看 这是不是完全能够连续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判断一个函数 是否在A点是连续 我们就用这个算式来判断 我们用中文写 是怎么写呢 叫做 我们判断 这叫做极限值 是否是等于 这是什么值呢 这叫做函数的值 我们只要这样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我们就称为连续 如果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 我们就不连续 有的极限值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也就别提连续与否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简单地介绍了 连续函数的判断方法 现在我来提到的是 连续函数的例题 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连续 连续的话呢 有三个条件 那我们的话呢 复习一下各位同学 我们需要的是 左极限 要等于右极限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本身来说 它是分成了分段定义的 它分成了两段 那么我们有 不连续的可能的话呢 只有在三的这一点 有可能不连续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 三的左极限好了 那各位同学知道 左极限 我们要带谁呢 我们要从三的左边 靠近三 那么当然是要带的是 这个上面这一个 那么我们就直接带下去 三带进去 三的平方加六 等于九加六 等于十五 第二部分 右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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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极限是由三的右方 靠近 比三的地方大的 所以我们要带的是 这一个 那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 六加K 我们要求是怎么样呢 我们要求 左极限 要等于右极限 连续函数 不但是要极限存在 而且要等于函数值 那么我们最低限度 极限要 左极限要等于右极限 所以十五 要等于多少呢 六加K 所以K是几 K是九 K是九了以后 我们就肯定的说 这个函数 就是连续函数了 因为它极限值 跟函数值 这个相等的地方 是一样的 这边的话 我们当三的时候 这边带进去是十五 这个地方 K的一九的时候 当X的一三带进去 它也是十五 这是我们在进入 微积分里面的 微分部分 第一个章节 我们先要知道的是说 连续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如果一个函数 它不是连续的 我们就不能微分 根本就完全不能微分了 所以微分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 一个函数要连续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介绍的是连续函数的定义 跟相关的定理 那么学习者的话呢 要熟练这个连续函数的定义 就是极限值要等于函数值 在我们未来的一个一些比较进阶的单元里面 将会不断的去出现连续函数 或者是可为分 这些条件 就像一个比较多的二十字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多的一样